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单钢失火 为指定钢是什么意思 自1996年以来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 发动机诊断故障代码通常适用于大多数制造商 这些制造商包括但不限于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 道奇汽车 克莱斯勒汽车 吉普汽车 现代汽车 企亚汽车 马自达汽车 三菱汽车 沃尔沃汽车和大众汽车 该代码侧重于曲轴位置传感器 CKP 突轮轴位置传感器 CMP 和发动机控制器 ECM PCM 之间的关系 PCM监视这两个传感器之间的关系 并将它们与PCM中存储的理想基准进行比较 如果变化超过较准百分比 则会存储故障代码 根据失火原因和车辆制造商的不同 这可能是电器故障也可能是机械故障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因制造商和曲轴位置传感器 CKP 突轮轴位置传感器 CMP 的类型以及其电线颜色而异 症状 P0314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失火 桥区或喘震时故障指示灯 Mail 低于正常燃油经济性原因 您通常设置该代码的原因有 最常见的问题 点火系统组件磨损 包括线圈 插头线 火花塞等 燃油系统组件包括喷油嘴可能性最小 曲轴位置传感器的电源 接地或信号电路中的间歇打开 传感器 PCM 失败很少有诊断步骤和维修信息 一个好的出发点始终是检查您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接下来 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与点火系统 燃油系统相关 请首先对其进行诊断 如果技术人员在彻底诊断并消除任何与点火系统 燃油系统相关的代码之前诊断出该代码 就会发生误诊 确保没有进气或排气泄漏 进气泄漏或真空泄漏会使发动机稀薄运行 排气泄漏通过空燃笔传感器 氧气传感器 AFROR 给人以稀薄运转的发动机的印象 之后 清除所有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P0314是否返回 如果不是 则问题是间歇性的 或者P0314是存储代码 这就是过去的情况 如果代码重设 即在您下次启动车辆或进行下一次道路测试时立即返回 则需要进一步检查 在特定车辆上找到CKP传感器和CMP传感器 找到后 目视检查连接器和界线 寻找刮擦 摩擦 裸线 烧伤的斑点或融化的塑料 将连接器分开 并仔细检查塑料连接器内部的端子 金属零件 看看它们看起来是燃烧的还是锈石的 而不是您通常会看到的普通金属色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则可以在任何零件商店中购买一些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请找到一些可擦拭的酒精和牙刷来清洁它们 只需确保不要将牙刷放回浴室即可 然后让它们风干 得到一些绝缘的硅酮化合物 与灯泡插座使用的东西相同 然后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放置一些硅酮化合物 再次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该代码是否返回 如果不是 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代码仍然返回 请从发动机上卸下CKP传感器和CMP传感器 看一下传感器的末端 它靠近发动机的正式组件 挠性板 飞轮 请注意是否有任何损坏 可能被这些组件中的任何一个击中了 如果看起来它已被撞击 损坏 则需要将其更换 在这个时候 明智的建议是用OEM或经销商的产品替换它 在很多情况下 技术人员已经更换了故障的CKP传感器 却发现他们必须再次更换它们 因为售后市场的传感器不符合PCM所寻找的电压规格 有了与这两个传感器有关的代码 就更可能怀疑CMP传感器 因为CKP传感器会导致发动机死机 CMP传感器可能会使其失去识别单个气缸的能力 如果先前的测试已经通过 并且代码仍然存在 请监控空燃比传感器 氧气传感器 AFR O2 如果它持续表明发动机稀薄运行 则找出可能导致发动机稀薄运行 失火的所有可能性 其中包括 进气或排气泄漏燃油系统 包括燃油压力 燃油压力调节器 燃油压力传感器 喷油器点火系统 O2传感器 位于催化转化器 EWAP系统之后 包括滤罐吹扫调节器法 再次强调 必须在此之前先诊断所有其他代码 因为导致设置其他代码的问题 也可能导致对此代码也进行设置 如果仍然无法清除该代码 则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 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驾驶诊断专家的帮助